大家好 今天是2018年的12月11号星期二 实际上是12月10号晚上 刚过了12点 今天关于中共党内的就孟晚舟事件发生争论 其实很多人今天都在探讨 一位年老的一位也算是老威吧 老威今天也谈这个事了 但是老威我听了听20多分钟 讲的是叙叙叨叨 婆婆妈妈 啰啰嗦 废话特别多 讲了半天 感觉反正他觉得他讲明白了 我也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得明白 不是和平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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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别人 但是咱们就不说是谁了 年纪比较大的一位 我觉得咱们频道就是历历厂厂厂厂的 对不对 我觉得咱们简明额要的把这事讲明白 中共党内对孟晚舟这个事件产生了一些争论 首先来讲一开始 第一个大家都能看到的 就是说不能够伤害中美贸易团判 这是大家的一个 应该说在习近平这派来讲算是一个共识 但是非习近平派就不一样了 因为党内有一些人对习近平是有不满的 只不过敢怒不敢言 之前我也说过了对吧 老毛的时代还有人反老毛的 习近平时代有人反习近平的也很正常 而且现在可能大家已经忘了 其实这才刚过去多长时间 习近平第一个任期 习王体制的时候是大开杀戒 抓了很多人 怨声灾道 到了第二任期 这稍微缓和一点了 大家才好一点 那个时候真的是就天天打老虎的感觉 那有一些 现在当然就是说跟着习近平派别起来的这一派 还是希望中美贸易战能够好 不要伤害到习近平 但是党内有一些人就希望借美国之手 就是说打击一下习近平这个嚣张的企业 让他们就是说安省安省 然后最好能够让习近平也是规规矩矩的 像从小平同志那开始 就留下来就是说 每个人两个任期 一个任期五年 每个人干十年都下去 习近平现在就是说想要终身制 现在很明显没有了接班人 没有任期限制 党内有一些人觉得这样不好 希望能够借美国之手 让习近平把第二任期干掉之后 还是能够下去 让党能够惩治久安 因为很多人觉得 如果习近平不下去 坏了这个规矩之后 对党不利 先不说习近平好坏 就是说如果你是每个人 两个任期干十年下去的话 他会给大家一种希望 给老百姓 给年轻官员都有一个希望 就觉得不管怎么着 反正我忍一忍 你十年你们就走了 我忍一忍你就过去了 没准咱就换一个好的 他有一个希望 但如果你不下去的话 就把老百姓和低级官员的 一个念想就消除了 就觉得我没希望了 就觉得这个体制 这样的话就走投无路了 对不对 所以有的人可能是出于 对党国的这么一种考虑 觉得最好看能不能借美国之手 让习近平就知难而退下去了 所以就关于这个 到底应不应该救孟晚舟事件 就是说去发作 去跟美国干起来 也是有争论的 有的人当然可能是真的想跟美国干 有的是想让习近平和美国两败俱伤 但是基本上从当权派来讲 在这件事上是能达成共识的 大家其实都不希望的 在这一年 我也说的最准就是说近期 从2018年的年底到2019年的年底 最准在这一年里边 希望中美还能维持一个关系 那么一年之后呢 从美国就 因为一年之后 到了2021年的时候开始了 就要为2020年 从 对 从那个2019年的年底就开始 就要为这个2020年的年底的这个 下一个总统的这个大选呢 做准备了 然后那个时候呢 中共就认为呢 自己开始可以有施展的这个空间了 所以呢 在就是说目前的这一年 到2019年年底的这一年来讲呢 还是希望跟美国维持住 不要呢 把中国呢 就是打垮了 因为就觉得这一年 如果跟美国硬碰硬 估计看来挺不住一年了 知道吧 就怕把老共打垮 这一点呢 还是能达成共识的 那么另外一点呢 就关于孟晚舟 有争论在什么 就关于这个所谓的 所谓的就是说间谍群 间谍网 就是说呢 因为美国这边的这个国会的议员呢 也在指责说 华为呢 就是中共的一个间谍机构 它里边掌握了大量的这种 间谍的这个情报 就是华为的这很多的这些设备啊 就是说对外呢 等于就相当于就是说 实际上就是在间谍别人 那孟晚舟呢 因为作为华为的一个接班生来讲呢 他掌握了大量的这个 华为的一些机密呢 和一些信息 那么就担心了 在审理这个孟晚舟 如果孟晚舟被引渡到美国的话 在审理她的安检光照中呢 有很多不愿意被披露出来的信息呢 都会被披露出来 会公之于事 这个对于呢 华为不利 对于华为的这个5G项目不利 对于中共的未来呢 也不利 所以呢 为此呢 也应该呢 要保护这个孟晚舟 但是这个呢 就是争论呢 就比较多了 因为呢 这个 大家也知道啊 中共的这个间谍机构 其实分好多部门 分很多个局 大家呢 比较乱 互相之间呢 还不服 呃 就包括以前国民党时期 这个军统和这个呃 就是中统 还是也是在打 对吧 也是呢 互相不服 你不服我 我不服你 对吧 那这个以前这个明末的时候呢 东厂西厂 也是也是这样子 对吧 那这个华为呢 他们有他们的一套班子 人别人有别人的一套班子 对吧 那华为现在呢 势大 那别人呢 也想呢 希望借这个劲呢 哎 打打他们嚣张的这个企业 让我们其他人呢 可以有更多的施展的空间 所以在这个事情上呢 又是呢 这个争论不休啊 各怀的鬼胎 那最终呢 有一个是呢 让大家都达到了一个共识 就是说什么呢 认为在孟晚舟这个事件上 中共如果不强硬的话 会让这个 如果显示的比较软弱 会影响到其他的红二代和白手套 因为如果这样的话 就说明那就完蛋了 对不对 在中国来讲 所有的红二代和白手套们 这些所谓的就是说少爷 姑爷 师爷 三爷啊 少爷和习近平属于少爷 红二代 王岐山属于姑爷 他娶了红二代 还有那师爷 像谁呢 像这个温家宝啊 他们这属于就是说师爷 给这个少爷们出主意干活的 就是说呢 会 还有呢 包括呢 这些白手套 像马云的 孟晚舟的 这些都是中共的白手套 而他们来讲 都是为中共服务的 那所有的这些人 几乎在海外都有 巨额财产 都有巨额的房产 就是说你会发现 就这些人 你看就出来的这些人 随便你拨了脑袋 哪一个出来 在海外没有房子 对不对 一扒了周立波 有房子 一扒了这个 冯小刚 有房子 一扒了这个 孟晚舟 有房子 王岐山 有房子 都有房子 大家 在海外都有房子 美国加拿大 都有房子 对不对 而且呢 不但有房子 你会发现呢 他们的孩子 都在国外读书 连我们的这个 习大的啊 的孩子 也在国外读书 是不是 那 这个 你会发现 然后孟晚舟的孩子 孟晚舟好几个孩子 都在海外读书 这个 所有的这些 就是说 这个中央政治局的 据说中央政治局委员啊 就76% 的人 的孩子 要么有国外的这种 就是长期居留 要么就直接就已经入了国外的国籍了 对不对 那 在中国啊 你几乎可以这么说 认了 不要说就这些 这些这么高大 红二代和白小套 就连就是说中产阶级 资药家里有点钱 有点能力的 能把孩子送走的 送国外的 基本都送走了 是不是 中国目前就这情况 对不对 那为什么这么做呢 那很简单吧 亲生的 是不是 都不是捡来的 对不对 那说一说 你就就跟孟晚舟来讲 他回国也就是说 他得干事 对不对 他得干活 他得挣钱 对不对 他除了干事和挣钱的话 他能出来 他也出来了 对不对 你在国内那空气 那气候 那环境 那吃的喝的 哪一样 你放心 对不对 自己亲生的 他放心 各在国内 他自己他心疼了 对不对 他肯定他都送国外了 对不对 这咱们二两亲说 对吧 所以呢 目前呢 就这情况 如果孟晚舟 就是说随随便便 就因为为给中共干点事 被美国说达达抓了 说判了 二十年就判了也好 三十年也好 就真判了的话 那就伤了所有红二代 红三代和白手套里的心 大家觉得 那我们所有人都不安全 那这我们以后怎么往国外跑 我们都为中共服务过 对不对 你包括现在新疆的事件 美国说要立法 所有跟新疆事件有关系的 全部都要制裁 都要抓 哇 那你这么一搞的话 等于我们这些中国 这些红二代 这个白手套什么的 中国法律管不了我们 美国法律 都他妈管了我们了 你就是不是 等于最后 我们到城 天天都得看着美国的脸色呀 因为你 你谁敢保证 你不到加拿大导个机 或者你到哪一个 跟美国有关系呢 到英国 法国 哪你导个机 对不对 你这个的话 那你岂不是以后 你想抓谁 抓谁了 对不对 你说你这个 有跟新疆破坏 跟人权有关系 抓你 你什么 跟哪一个企业项目有关系 抓你 那你这红手套 白手套们 红二代们 那都心惊肉跳 对不对 那孩子们也都在国外呀 对不对 你这受了吗 对吧 其实呢 当初中美刚打贸易战时 我就说过 对吧 川普如果够坏 就朝着你妈 红二代 白手套们来一下 成给你们干服了 一般人都给你们搭了服 对不对 这就是 这就完了吧 现在弄的这帮人是心惊肉跳 但是在这件事上来讲呢 罕见的 在党内呢 打成了共识 大家都觉得这不行 这个伤害到所有人 这个必须的跟美国强硬 知道吗 底下他明白 你不能说 你想抓谁抓谁 这个呢 就罕见的呢 达成了共识 达成共识之后呢 这两天 你看在国内就发生了 一些情况 有多家科技公司 这个发了内部的通知 说什么呢 就是说 号召员工的 聚入苹果的手机 如果不听话 买了苹果手机的话 扣百分之百的奖金 奖金不给了 公司还是发 啊 奖金不给了 如果呢 你能够啊 买这个华为的手机呢 公司呢 给补贴 给补贴15%到20%的奖金 给补贴啊 这是各家 多家科技公司的 要保呢 因为 中国的科技公司们就觉得 怎么说呢 纯忙齿寒吧 都是科技公司 华为也是 中兴也受到美国的制裁了 那我们呢 都要站在一起 一起来呢 保护 就是说你美国的科技公司 你这么搞 我们也不行 啊 然后呢 这不是最狠的啊 在12月的10号 今天啊 美国的芯片制造商高通 发表的声明说 中国福州中级人民法院 对高通和苹果的专利诉讼案 做出了裁决 禁止苹果在中国销售 包括iPhone 10 iPhone 10是去年的吗 新机器啊 包括iPhone 10在内的 七种型号的iPhone手机 在中国禁止销售 福州中级法院 当然呢 苹果呢 也发表声明说 要针对呢 这个福州中级人民法院 这个禁售的这个判决呢 提出上诉 他肯定是要上诉啊 但是这个 你要明白啊 在中国 这种 别看是个中级法院 判这种 也是看上面的脸色的 对不对 这肯定是上面受益了 上面有人受益了 所以呢 这就是禁售了 那么如果一旦禁售 那你苹果这手机还能卖完 对不对 那其实呢 这些都是朝着苹果来的 像苹果施压 也是要美国呢 看看 因为呢 美国你现在最疼的 可能就苹果了 对不对 在中国来讲呢 就是说铺的面比较大的 就是苹果 但是呢 我就说这个东西呢 苹果现在已经在想办法了 对不对 苹果他自己本身呢 他是不造的 他是只是搞设计 对吧 那倒的都是福士康 给他在这个代工 对不对 苹果现在已经跟福士康了 在威斯康新开始建厂 要撤走了 那中共呢 你现在这么搞呢 就是逼着苹果呢 要加速撤离自己的这工厂 那苹果呢 那苹果这样 肯定就去逼福士康呗 对不对 你赶快给我撤啊 你别给我 你赶快给我换地儿 对不对 你再不换地儿 我告诉你 我妈的 我换别人代工 对吧 那福士康当然也怕啊 对不对 福士康那个 可以说百分之八九十都只是苹果吃饭了 对不对 苹果要换人 福士康就得破产啊 对不对 那怎么办 那大家就走呗 所以这种东西呢 你很难说 这种制裁呢 反正你不能说没有用 但是呢 最终呢 有可能是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对吧 这东西是一个 不好说的一个情况啊 那中共内部的这个争论呢 基本上就这么一个情况 那当然了 最后来讲 对不对 家有牵口呢 主事一人 对不对 最后 有这个话语权的 最后主事的 不还得是习近平先生吗 对不对 那习近平先生对这个事表态了吗 对不对 习近平先生呢 这个人是一个怎么说呢 话不多 比较低调一个人 大家也看得出来 是吧 那习近平先生呢 就是说不表态 但是呢 你还是能看出他的态度来 那怎么看出他的态度来呢 刚刚我说在习近平第一个人气啊 是可以说叫习王体制 就习近平王岐山 他们两个合作比较多 那第二个任期呢 叫习刘体制 跟刘鹤比较多 其实我多次说 你看啊 国内现在的各种的改革小组 都是刘鹤当组长 国外跟美国谈判 刘鹤是代表 几乎可以说是内政外交 都是刘鹤一个人在抓 有点像当年的这个李鸿章先生了 李鸿章当年也是内政外交 都是李鸿章 那基本上呢 刘鹤我就说呢 这个李克强已经被架空了 刘鹤才是现在真正意义上的 国务院的这个总理 他实际上是在做 国务院总理的这个工作 连这个连外交部长的工作都做了 对不对 外交部呢 我说的是外语 不过外交部根本管不了事 其实还是刘鹤在搞 对外的这个 对吧 因为中国的外交呢 实际上就是对美的这个交往 对吧 就是中美关系啊 那么通过刘鹤呢 你就能看出呢 习近平的态度来 对吧 刘鹤现在可能是习近平最相信的一个人 那你怎么看出这个态度呢 好好 也是今天 今天的白天 12月10号 刘鹤呢 与美国的姆努钦和莱特希尔呢 通话 电话会议 三个人搞了一个电话会议 谈了呢 半天 就就呢 因为中美特达有个90天的贸易谈判嘛 就中美贸易谈判的一些细节呢 双方呢 交流了观点 并且呢 还这个刘鹤呢 表示要在今年呢 就是说这个元旦期间吧 要访美来美国 跟他大家见面 接着条 那关于孟晚舟事件的态度是什么呢 啊 这个态度不当 不光光是刘鹤的态度 就基本上代表了中共官方的态度 也代表了习近平的态度 那刘鹤代表习近平的态度 就是关于孟晚舟事件 一句也没提 而且不是一句没提哦 是一个字都没提 他就当这事没发生过 好吧 那今天讲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